富士罗素宣布,旗下追踪地产股及仿托基金,IEIPS的FoodCEPRA NARIT Develop Asia Index,将剔出恒地00012,新世界00017及恒隆地产00101,拖累相关股份作入考书大市,恒地股价跌4.1%,恒隆地产股价错半成,创超过两年低位。 继续留在指数内的长实01113,股价逆市升1%。分析员指出,本地地产收租股后市股价走势偏向平稳,遥与大市升跌同步。 富士罗素旗下FoodCEPRA NARIT Develop Asia Index在港股市场持有15只股份,占指数整体权重22.24%,截至4月29日。 在十大重仓股中,本地地产收租股占3个席位,包括领展00823占指数权重4.61%,新地00016占权重4.15%,长实占权重3.3%. 富士罗素今次决定剔出行地。新世界及行龙地产。指数成分股变动会在6月17日收市后正式生效。 指数未变动。资金先离场。受到指数成分股变动影响。 行龙地产昨日股价下跌5%。收报13.82元。 创2020年4月30日以来低位。 沽售压力急增。全日成交额4.08亿元。 较上日的1.34亿元。增加204%。 行地股价跌4.1%。 报32.45元。 全日成交额4.64亿元。 较上日增加318%。 新世界股价要跌3.9%。 报29.1元。 整体本地地产股气氛疲弱。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跌至180.97点。 连跌两周。 新地即使能够保留在Food CEPIA Nareet Developed Asia Index内。 但股价仍要跌1.1%至96.1元。 长实是跌市其巴。 股价升1.5%。 报52.65元。 实得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指出。 香港经济最快要到明年才见到复苏。 短期仍然偏弱。 所以未见到下半年有催化势。 推动本地地产收租股展开升势。 预料继续反复波动。 由于地产收租股再创低位的机会不大。 投资者在现阶段入市收集亦无不可。 如果本地经济能够明年复苏。 收租股反弹动力了教地产股更强劲。 进玉环球资产管理投资组合经理王子申称。 对本地地产收租股持忠性看法。 尤其是地产发展股股值较低。 新盘销售不足。 本地楼价保持平稳。 基本面未有变坏迹象。 具备防守性。 而在加息周期下。 本地地产发展股或获得资金拍入避险。 然而。 本地地产发展股上升或下跌空间不大。 逐与大市同步。 整体大市表现。 行指昨日跌212点。 收报21,082点。 科技指数跌35点。 步4397点。 假期前值交投减少。 主板成交额又回落至千亿边缘。 至1036亿元。 较上日减少17%。 是 hors合,704点。 科技指数跌4点。 Temple